比奥泰是菲律宾和台湾的缩写 顾名思义就是要把菲律宾和台湾连接起来 比奥泰这个粉丝团自2007年成立以来 终于开始有中文出现在专页上 来自菲律宾的齐妮说 这都要归功于移民署所开设的免费电脑课程 大家好,我是黄奇妮 你们也可以教我Jean 我来自菲律宾 然后今年是33岁 我是跟我的台湾人老公结婚的 然后我们有两个小孩 一个小孩是已经三岁了 另外一个小孩在十一个月 那我是英文老师 现在就是在part time教英文 因为我要积极照顾我的小孩 最重要的是Filtai organization的founder 我是做这个organization 要帮忙到不是只有菲律宾在这里 还有很多新出门朋友 在台湾 2007年我来台湾的时候 真的怎么都不会 看字都真的不认识 不懂 然后我只有跟我的老公 口诺 就这样 然后很难 因为我就是很喜欢表达的一个人 然后我喜欢放上我的想法 可是中文没有办法讲 所以很难 当知道移民署为了帮助新住民 而开设一系列免费的电脑学习课程时 琪尼感到相当兴奋而且期待 跟先生商量之后 他决定把握这次学习的机会 我的手机我要打通 对 左键点 OK 虽然速度慢 但总算是跨出了第一步 老师教的汉音输入法和输入法整合器 帮助起迷快速上手 也认识了更多中文字 第一天就马上学到怎么输入拼音 所以回来的时候 还有我自己手机 iPad跟我们的Laptop 我就知道拼音有那么好用 所以马上输入拼音 那就OK 然后我就马上要打字 现在有发现 好像我跟我的空空婆婆聊天 讲话好像要比较快 因为不需要打电话 因为有时候打电话 没有办法接 然后我就要问 你们OK吗 还好吗 就这样 如果使用LINE 或者Facebook联络 我很快就会回答 就会说 我们还好 没有问题 你们好吗 是这样 重点就是 学到了以后 那个课程 会让我更了解 怎么拼 怎么拼中文字 在老师耐心的教导下 齐宁学会了利用网路 来增加生活的便利性 包括上网订票 Google查询 网路挂号等等 透过移民署 一系列免费电脑课程 齐宁学绕了许多 从前没接触过的网路世界 也增加了自己生活的乐趣 让他可以跟其他新住民朋友们分享 没有那么久的时间 可是还是觉得 学到很多很多 真的苦力 苦力很多 跟我一样的 会学这个课程 真的帮忙到我的 每天生活习惯 还有每天的 需要的东西 感谢以明说 与你真好 Maraming maraming salamat po